台中有一對十三個月大的雙胞胎 高燒三天不退 口腔內部潰爛 牙齦還紅腫出血 綜藝經過診斷是罹患 包疹性的齒淫炎 那麼醫生詢問就發現說 原來這個小孩父親兩週前才罹患 這個唇泡疹 平常下班會熱情的親吻小孩 就就把病毒傳染給小朋友 口腔內部潰爛 牙齦還紅腫出血 台中有一對十三個月大的雙胞胎 兄弟上個月高燒三天不退 家長嚇得趕緊送醫 醫師診斷發現下嘴唇出現大量水泡 明顯與腸病毒水泡 長在口腔入口處不同 判定為泡疹性齒淫炎 泡疹性齒淫炎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五歲以下的小孩 大概就是發生的比率 如果是大概十個有一個會發作這樣子 這兩個小baby同時發作的話 是比較特殊一點 醫師經過詢問才發現 小孩父親兩週前才罹患純泡疹 平常下班都會熱情親吻小兄弟 因此不慎將病毒傳染給孩子 由於台灣社會進入少子化 孩子都是爸媽的心肝寶貝 和小孩之間如何親密接觸 每個家長拿捏尺度不同 醫師提醒 不建議家長和嬰幼兒過度親密接觸 如果發現自己罹患純泡疹 記得千萬不要親吻嬰幼兒 因為五歲以下小朋友免疫力較低 一旦被感染就容易併發成泡疹性齒鷹炎 後續只要給予陣痛解熱藥物 搭配補充電解質等支持性療法 就會自己痊癒 記者 蜜蜂蜂安全台中報導